最近几天,两条与中国有关的汽车新闻惊动了全球汽车界。 首先是一个确定的报道,中日合资品牌广汽三菱正式宣布停产,三菱退出中国市场进入到即时。 接下来是一个猜测性报道,一家德国媒体报道,奥迪已经放弃了与大众的电动平台合作,下一步会购买中国电动车平台,一时激起千层浪。 全网车友这两天最热议的话题是,如果奥迪买了国产电动平台,你还会买单吗? 我将两个汽车新闻放在一起写,是因为两者存在内在逻辑,而且这件事早已超出汽车圈的范畴。 要明白奥迪准备购买中国电动车平台的意义,我们要先明白奔驰奥迪宝马等燃油车时代的豪华品牌,在电动车时代为什么追不上了,关键就在于纯电平台的打造。 中国造车新势力,以及上汽,广汽等大厂,都有将近十年的电动平台研发周期。 中国带起的这一轮电动车革命,取代燃油车的速度远超全世界燃油车大厂的预料。 比如奥迪和大众,就宣布从2026年开始,就可以推出自有电动平台的电动车。 如果按照欧洲人预计的电动车取代燃油车速度,这个研发周期是来得及的。 可是,中国新能源车的替代率到2023年就超过33%,到2026年很可能提前越过50%的市场临界点。 最关键的是,中国电动车每年的出口也在以几乎翻倍的速度增长,再等三年,奥迪面对的就是全球市场的落后。 现阶段的奔驰、宝马、奥迪之所以推出的电动车国内市场不认,就是他们以传统燃油车平台直接生产电动车。 可是奔驰宝马的燃油车平台,是燃油车结构下用,几十年时间完善的,直接燃油机换电动机,就算新能源,各方面参数和性能,当然比不上同价位的电动平台高端车型。 奥迪为了追上中国新能源车的进度,选择购买中国电动平台,是缩短研发周期的最佳方案。 奥迪购买中国电动平台,之所以引发全网热议,因为该事件堪称中国汽车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末期少年穷。 欧美日韩的造车平台,曾经是外资车企的核心优势。 燃油车时代,几乎所有的自主品牌,都是从购买进口车企的造车平台起步的。 国内一些黑子当年攻击国产车的主要理由,就是指责他们没有自主平台,都是购买或者共用合资平台的套皮换标车。 中国车企,在燃油车时代逐渐扩大市场占有率,就是靠着共有平台的性价比,一步步弯道超车占领的市场。 例如,上汽通用50生产的宝骏630,使用的就是别克凯越的造车平台。 同鼠上汽的荣威950,不仅有着类似于欧洲贵族族徽的车标,使用的还是别克军越的造车平台。 上汽因为和美国通用合资,因此旗下的自主品牌都用的美系车造车平台,那么同为国产巨头的东风, 与日本日产有合资车企东风日产,同时和法国标志,雪铁龙都有合资车企, 那么东风旗下的自主品牌套用国外造车平台就更加多元化。 比如东风A9被称为东风雪铁龙C6的孪生兄弟,以为他们是基于同一平台EMP2打造的。 在动力方面,东风A9采用的是PSA与宝马联合开发的1.8T发动机, 这就让国产自主车型博彩重家之长的优点体现了出来。 不过在批评者看来,东家借平台,西家借发动机是最大的黑点。 另外,东风旗下另一自主品牌风神一炫,所用的造车平台就与合资品牌东风标志208,2008属于同一平台。 在日系车方面,东风旗下的自主品牌启陈就和日产销客共用造车平台至于东风风度, 则共用的是日产销量较高的知名车型骑骏。 在套用进口平台方面,在燃油车时代,连民族神车都无法幸免。 比如被寄予特殊情怀的红旗,推出的红旗H5,共用的就是马自达6的平台, 这也得益于合资公司一汽马自达的成立。 因此,我国燃油车时代逐步追赶欧美百年汽车工业的方法, 就是先用市场换取对方同意组建合资车企, 然后利用合资车企的技术与平台共享,孵化国产自主车型的成长。 虽然那些年国产车套用欧美平台名声不好听, 夺下的市场却是实实在在的。 那些年,一汽借用大众、马自达、东风借用日产、本田、标志、雪铁龙、上汽借用通用、大众、广汽借用本田、三菱都是一个套路。 而我之所以将中国汽车形容为末期少年穷, 是因为广汽三菱、上汽奥迪都有套路反着用的趋势。 广汽三菱在我国汽车巅峰销量一年曾经15万辆, 而且那时候汽车年销量还没现在这么大规模。 最近五年,中国新能源车彻底爆发, 叠加国内民众对日系车越发厌弃, 三菱的销量呈现断崖式下跌。 从2019年至2022年, 广汽三菱的销量分别为13.3万辆、 7.5万辆、6.6万辆和3.36万辆。 这四年,国内新能源车的销量每年增长在50%到翻番之间, 广汽三菱的跌幅也在三分之一到腰斩之间, 四年销量就下跌到2019年的25%。 在传出三菱工厂停工之前, 三菱前五个月更是只生产不到4000辆。 面对我国的新能源车浪潮, 广汽三菱也挣扎过, 选择的方法就是购买中国电动平台造三菱电动车。 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国燃油车时代购买先进造车国家平台的一幕反着上演。 广汽的自有电动车平台架构和核心三电技术都属于广汽埃安。 三菱利用广汽埃安的平台和三电技术贴上三菱的车标, 就变成了三菱唯一的新能源车型阿图克。 三菱这款车被称为换皮埃安, 可是却比埃安要贵一万多, 了解内部结构与技术的小飞车当然不愿意买单。 随着三菱的新能源购买平台转型失败, 三菱也就进入择日而亡的状态了。 为什么我将三菱的死亡和奥迪的困局放在同一起说是? 因为奥迪为异能尽快走通的路, 就是希望三菱失败的道路他们能走通。 就像当年国产燃油车, 为什么套用那些进口车型平台一样? 因为有合资工厂, 合资车型生产线作为基础, 技术沿用的门槛要低许多。 奥迪之所以选择购买国产电动平台, 就是要抢时间, 因此一些网友猜测的购买未来或者小鹏这些造车新势力都不靠谱。 最快速和便捷的方式就是三菱模式, 就像三菱购买广汽埃安的电动平台一样, 奥迪也可以用合资厂家上汽的星云电动车平台。 不过, 奥迪面临的难题和三菱差不多, 那就是上汽用星云平台的智己车型, 价格就摆在那里。 奥迪用了中国平台, 只加上自己的四环标, 如何让老百姓为多出来的高端价格买单? 如果奔驰、宝马、奥迪都失去了高端豪车的光环, 那么哪怕在新能源车领域抢占一些市场, 可是百年逼格消失了, 损失的利润更是需要仔细权衡的。 当然, 上汽至极有不错的电动平台, 但是没有品牌美誉度, 销量较差。 奥迪在全球还有声誉, 全球也还是有不少消费者愿意为奥迪电动车买单, 奥迪缺的就是造车平台。 这时候, 上汽有平台没品牌, 奥迪有品牌却平台, 如果利用好了, 倒确实可以到国际市场收割一波, 成为中国平台反向供应世界巨头的典范。 当然, 奥迪购买中国电动车平台还只是分析与猜测, 接下来有被辟谣的可能。 可是当这个分析与猜测登上外媒头条, 中国汽车就已经赢了。 因为国产电动平台成为奔驰宝马奥迪等传统高端车的唯一救命稻草成为现实。 他们选择辟谣, 是为了抱着虚妄的高级感走向沉沦。 他们选择拥抱中国平台, 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全球高端市场再下一程。